这些冠军赛的半决赛B组的决赛 如果谁 再来 安德雷好像这种吸法是允许的 他的吸法各种吸法进攻是有效 好像看到阿斯萨对这种孤进没有很好的办法 再来吸状 反手勾着 我们刚刚在A组的半决赛里边 阿斯萨提就是被吸法给KO掉 已经输掉了比赛没有进行决赛 看得出来那个 安德雷虽然是升高很高 但体制力练得非常低 像他这样大升高大体重级别 体制力练成这样是非常难得的小见的 对 来自阿斯萨的 来自希腊的阿斯萨这个学 前手带走 这场比赛谁获胜 谁将跟刚刚获胜的罗加瓦进行决赛 在稍后的比赛当中进行决赛 增多一百公斤家的世界冠军天洋袋 好 前手带拳 近身 推开 推开要有动作 又是一个西法 西装 又是一个高扫 高扫还是要加上前面后追的动作 费西有没有撞到内部 没有 上钩拳 好重 打退了 费西还好 他低了一下头 刚才要不低头的话 有可能直接就被击倒 惯性了 走过这一危险的一击 又是一个 对 对 拳拳 你的脚落 但对手把他推开 阿萨的打法有点像日韩选手这种 粘性比较强 我不管你什么动作 我就一直贴身你 对对对 一百公斤加世界公斤 世界冠军赛的冠军金腰带 前手 这个左闪不错 高扫还好 这个滑过去 挡了一下 让他滑过去了 这是刚刚那个 还好 比赛结果 and the winner by 整个月交往好 三个月太阳